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今天星期一和星期二最高气温终于不会再是三位数字 那么气象局说是98度 而今天和明天两天都有40%下雨的机会 有午后的雷震雨 但是对于真正要缓解干旱的情形 那么还是这个雨量是绝对不足的 那么气象局表示至少修士顿地区需要有14英寸的雨量 才有可能真正的把现在目前所经历的干旱情形做完全的缓解 好我们看一下这则消息 一名父亲在昨天被法院判决说 应该算是因为他酒驾的关系造成他10岁的儿子不幸车祸身亡 那么这名34岁的父亲叫Emmanuel Patino 那么他在家里面还有另外四个孩子 但是现在已经被警方拘留 法官给了他将近是100万元的保释金 这个他需要缴交100万元的保释金 那么根据警方表示当时他酒驾 而且儿子坐在前面根本没有绑安全带 而父亲则辩称是因为轮胎突然失控是轮胎的问题 和他的酒驾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法官仍然将他拘留 好我们看一下这是来自Fort Worth的消息 一名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的大一足球学生 他在这个weekend with Fort Worth西边的第七个entertainment district 不幸被枪杀身亡了 那么这对整个Fort Worth的学校 以及community造成不小的轰动 那么现在警方还在调查此案 寻找开枪的凶手 好那么在Walker County的野火草原大火呢 已经烧毁了4428个英亩的草原地 那么在昨天为止 已经有60%的火势得到控制 那么已经烧了四天 那么在今天根据官方表示 他们允许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返回他们的家园 那么之前可以说在两天之前 当时被控制的这个面积呢 不过是只有10% 那么到现在可以有40%被控制到的话 那么可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则消息 收视顿今年夏天热浪清袭 高温持续带动用电需求增加 意味着民众需要给付更多的电费 一些电力供应商为了提高竞争力 努力的降低他们的费率 然后具有竞争性的费率的同时 电力供应商会通过对其他的服务 隐藏性收费来弥补比较低的费率 收视顿第二台电视报道 那么这些新命名的电力供应商 他们的电费虽然是非常有吸引力 但是呢如果想与这些电力供应商 服务人员交谈的话呢 或是想要收到邮寄账单 你就必须要多付另外的一笔费用 那么这些电费账单上隐藏的费用 包括了索取文件费 通过电话给付账单费用 以及选择退出自动转账费等等 那么总共有50家的电力公司 隐藏费用进行了排名 有多达16种不同类型的额外费用 所以呢建议消费者要多了解 你可以预先得到较低廉的账单 只要问题没有出现就不会影响了 那么德州电力供应商必须提供的是 他们的电力事实标签 Electricity Fact Label 并且要解释清楚 他们所有的条款和费用 好另外Fox26台电视台报道 Fordbank县的警局办公室警告居民 注意正在进行的陪审团诈骗 官员指出诈骗者会给居民打电话 冒充Fordbank County的书记官办公室 和治安办公室人 然后他们说 接到电话的居民必须立即支付 因为没有进法院进行陪审团义务 而被处得罚款 以免相关单位发出逮捕令 相关单位警告居民不要上当 他们表示Fordbank County的这个法院办公室 永远不会打电话给任何人要求付款 或是任何形式的勒索金钱 接获治安办公室人员电话者 切勿同意付款 也切勿透露出自己的个人讯息 像是生成年月日设案号码等等 好最后我们看一下 德州地产大亨David Frankens 他出售了13万英亩的农地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军官孙广信 所创立的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 招致被大家骂他是卖国贼 那么每日邮报Daily Mail报道 Frankens他是2016年到2018年陆续将位于Valverde County 将近有13万英亩的农地 以超过市价一倍的一亿一千万元总金额 卖给中国来自中国的这个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 那么被称作是世纪最大的交易 中央情报局前官员报道指出 身价亿万的孙广信 不但曾经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 而且还担任过新疆自治区的政协委员 被美国当局视为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商业人士 Frankens与孙广信的交易非常迅速 曾经有一笔交易是 Frankens当天上午11点的时候买下的土地 同天下午的两点就转手给孙广信他的公司 德州一名地主形容 Frankens的行径如同是叛国 好的亲爱听的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 Houston方面的新闻 在这边特别感谢世界日报所提供的资料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一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